狀況不好底下有沒有可能對孩子造成施暴 家長情緒控管不好 把體罰當成管教子女 根據家福基金會調查 有三層照顧者認為體罰並非虐待 但長期打罵教育 不只影響孩子的精神狀況 恐怕也會帶來偏差的人格發展 有研究發現常被體罰的孩子 長大容易得精神疾病 包括現在的孩子的情緒障礙 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孩子這麼多 這些孩子被體罰了以後 長大之後他會出手動手打人 變成暴力傾向的高達一般孩子的五倍 專家建議好的教育方式 可以掌握三不三要原則 像是不壓抑不馬上處理 和不要一直講道理 都有助於家長情緒轉換 可以和孩子預定罰則 多觀察孩子優點和建立反省能力 培養小朋友負責態度 減少親子衝突 今年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公共政策的參與平台 我們能不能讓428成為國家定的重要的節日 叫做兒童保護日 雖然疫情趨緩 但最近額虐人數卻是近五年來的新高 家福基金會除了邀請專家提供親子教育方法 也積極推動訂立4月28日為兒童保護日 希望大家一起重視兒童保護議題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